那马来西亚的封城令已经迈入第三个星期 但是疫情并没有像预期一样好转 反而更像是一个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那昨天单日的新增确诊案例就高达1884中 是再次的刷新单日确诊记录 那民众牺牲了自由 但疫情还是无法得到控制 那对这一次的封城令 民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来关注接下来的报道 很好了 不然如果没有这个CMCO的话 就那个疫情更扩散 更严重 我跟MCO认为 它帮助人们住在家 病毒会增弱 有人认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落实 但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管制得更严谨 其实我认为政府应该回到MCO 看起来的情况下 每天都会升起来 可能那些地方已经影响了 他们应该去MCO一旦 然后帮回到平常 我认为MCO还好 两个星期 落实为期四个星期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两个星期过去了 COVID-19疫情却没有平复的现象 每天的确诊人数还是频频突破四位数 一些民众和媒体纷纷提出质疑 认为政府应该趁早实施更严厉的行动管制令 以斩断病毒感染链 而时事评论员林志涵认为 政府在实施任何防疫政策的同时 都必须进行多方考量 尤其是人民的生计 财长在国会宣布的财政预算里面 他有说MCO第一期的索国的效果 对经济的打击是每日损失 估计有20到23亿那么多 所以五国经济也不能够再遭受 再多一次的这样子的打击 毕竟也有一些人是自顾的 如果要重复第一次MCO的话 这些人就手听口听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在众多的考虑之下 要平衡大家的生计还有疫情 所以反过的是MCO 即使是最严厉的MCO 那时候疫情应该最严重 我们需要34天 才把那个每日竞争 电力压低在50以下 所以一定要有些时间 无论政府实施多严厉的 防疫措施和政策 他们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能开始见效 因此民众应该对防疫措施和政策 有耐心 同时尽力配合 才能保证防疫效果 因为很多人在外面 有些不遵守SOP 做CMCO的措施 就效果的大打折扣 疫情期间保护自己 就是照顾大家 有时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保持客人的卫生 要遵守SOP 有必要的时候 再上口罩回来要清洗手 上次第二波疫情 我们可以压下来 所以这次我们肯定也办得到 对抗疫情是人人的责任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 但只要人人都全力配合防疫 并保持谨慎的态度 相信疫情一定会有平复的一天 大爱新闻蔡迪根 李嘉宜马来西亚 槟城采访报道